加速飘移 拉手杀 甩尾 一气呵成 最后车里下来一个男人 冲着正在抢夺女人包的几个劫匪 冲了上去 只见他伸手脚筋 圈发心力 三旋两脚就击贵重人 此刻一名劫匪见识不妙 拖下女人的包迅速逃离 男人掩起手快 顺手抡起一旁的垃圾桶摔上去 将他击倒 长工把包夺了回来 心情如焚的女人上前 打开包发现里面的腰盘还在 宣执的信瞬间落了地 杀手袭击 在将他们打倒后 从其身上搬出了 妻子阿美的照片 意识到不对劲 他立即看车 先往妻子的公司 刚好碰见阿美遭歹徒袭击 阿伟果断出手 击溃劫匪 而阿美是当地 PE医药公司的一名博士 最近他研究出一种 可以治疗百病的 二血凝素 只不过 烈血腥的代价太大 被总裁裴先生 切食叫停 并且裴先生 还将放有二血凝素 所有资料的腰盘 还给阿美 让他自己处理掉 阿美同意了 同时 身染重病的裴先生 还交给阿美一个任务 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自己叛逆的儿子 杰克 将其带回来 继承家业 没想到 裴先生刚说完 没走多久 就遭遇严重车祸 身受众伤 住进了医院 阿美这边还没来得及出发 就遭遇歹毒袭击 但怀疑 这群人是冲着幽盘来的 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眼前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杰克 将其带回来 阿美怕阿美出现什么意外 决定一击前去 阿美听闻也没有拒绝 确保能将杰克劝回来 阿美还叫了他的两个朋友 大胖和老刘一起 阿美实际调查过 杰克最后一次 跟裴先生联系的位置 是在一座小岛上 于是 一行四人驾驶游艇 来到这座小岛 寻找杰克途中 大胖因为体力不支 要求休息 阿美见状 便让他跟阿美留下 自己则带着老刘 去周围观察环境 意外发现 小岛上有一间工厂 还没等两人搞明白情况 在他们的不远处 突然出现一个 扎着辫子的神秘人 也在观察工厂 阿美选择悄悄摸过去 询问情况 没想到 刚要靠近神秘人 身后一支箭射来 好在阿美反应及时 躲得过去 来人是一位女子 帽子姐 她跟神秘人是一伙的 就这样 阿美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跟帽子姐缠斗起来 阿美不愿伤人 找准时机把她打背出去 却不想 打斗声惊扰了神秘人 她拿枪顶在阿美腰间 将其控制住 阿美眼疾手快 一个反手脱枪 扭转场上局势 眼看局面就要失控 老刘跑过来 制止三人 原来 她认出了神秘人的身份 居然是杰克 几正误会解除后 众人就原路返回去 寻找阿美 甚至 大胖和阿美不见了 阿美焦急地四处寻找 此刻 帽子姐从地上 捡到一根绳子 脸上微微一笑 表示 自己知道他们在那 最后 帽子姐带着几人 返回自己的部落 发现阿美和大胖 就在这里 他们是被自己族人 给抓回来的 接着 几人回到屋里 阿美询问 杰克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表示 一个月前 自己的记者女朋友 珍珍发现一条 贩卖人口的线索 便来到这座小岛上调查 可没过几天 珍珍突然消失 音讯全无 杰克放心不下 等到寻找 途中结实了帽子姐 同时还发现了一张 真真拍摄的照片 感觉啊 他应该是被人贩子抓住的 而照片上的男人 阿美恰巧认识 此人名叫毒蝎 是一位国际A级通缉犯 阿美在部队时 曾跟他打过不少交道 在毒蝎对面 还站着一个女人 虽然只有背影 但是啊 帽子姐认出 他每个月15号 都会带一批人登岛 跟毒蝎会面 瞧的是 今天是14号 于是 第二天 所有人埋伏在码头 看看这个女人 究竟是谁 结果 阿美一眼认出 女人名叫曼青 是裴先生的交集 阿美不心想问 他怎么会在这里 帽子姐当即表示 他们在搞人体血液实验 阿美立马想到了 阿血凝素 只不过 这个项目早就停止了 因为阿血凝素 每提炼出一份血清 就要抄干 五个人的血水 代价太大 所以裴先生 其实叫停 但现在 曼青又重启这个实验 有些不对劲 毕竟 关于阿血凝素的一切资料 都在裴先生的U盘里 现在这个U盘 就在阿美手上 没有资料 曼青是如何进行实验的 此刻担心真正安危的杰克 要立刻潜入工厂救人 最后 众人在帽子姐老爹的帮助下 拿到一些武器装备 什么AK47手榴弹 英勇竞油 突发前 阿美制定计划 得跟老刘 深入场内 搜集曼青实验的证据 杰克和帽子姐寻找珍珍 大半个阿美 则在万维接应 行动开始 阿美和老刘 一路小心翼翼的 顺利进入工厂内部 他们找到了一些血液样本 确定了曼青 就是在那人体做实验 另一边 杰克和帽子姐 也有心无险的潜入审问室 不过 没有找到珍珍 只发现一个被吊着的男人 彪爷 并在地上捡到珍珍的手链 杰克随即上前询问 手链的主人在哪 对方表示 只要大大出选 就说出血的下落 无奈 杰克只好带着彪爷撤退 没想到 还没等出门 工厂里就传来枪声 原来是阿伟和老刘的行踪 被人发现了 工厂里瞬间乱作一团 双方人马爆发激烈交火 杰克在撤退途中 刚好与阿伟等人碰面 此人携手一袭往外冲 奈何对方人数众多 最后 阿伟几人被困在房间里 毒血赶到指挥手下雇佣兵 朝着房间进发 就在这时 工厂里的灯突然起灭 接着 阿美驾驶一辆卡车冲进基地 成功将几人救走 原来 刚才阿美听到工厂里传来枪声 意识到出事的 便立即切断工厂总电源 开车冲进去叫人 回到部落 杰克继续追问标也 阵阵的下落 标也见状 主动带着众人来到一片坟地 说到那些被抓到这里的人 怎么可能会要活着的 他们死后 都被埋在了这里 杰克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跑进坟地里 痛哭聊天 就在这时 标也居然趁大家不注意 掉头就跑 阿伟见状紧随喜好 中途 标也突然停了下来 并大喊自己踩中地雷 阻止阿伟继续靠近 而特种兵出身的阿伟 对排雷有一定的见解 他不顾标也的阻拦 强行上前拆炸弹 最后在阿伟 沉稳地处理下 成功化解此次危机 经此一事 标也也放下行冲戒备 向阿伟说明自己的身份 他是一名国际刑警 在毒蝎身边卧体两年 为的就是寻找其犯罪证据 说完 标也来到一棵大树下 挖出了一个日记本 上面清楚地写着 毒蝎的实验报告 对杀害多少人的嫉妒 标也交到阿伟手上 拜托他 务必将其带出去 阿伟经了一个军礼 接下来这个日记本 另一边 得知此事的曼青 找到毒蝎 要求他尽快恢复电力系统 并除掉岛上的警人 同时表明 自己花钱雇他 不是来吃干饭的 毒蝎怒了 通过监控 他发现了冒子姐的身影 于是 直接带着手下人 攻进冒子姐的部落 二话没说 当场还干 阿伟等人分析反抗 接下来 现场就是一顿枪林弹雨 看起来没有一点营养 毒蝎手里端着 永远打不完子弹的AK47 一边嘶吼着 一边朝着物理疯狂射击 压制的阿伟几人 不敢露头 好在帽子姐在外面 躲在暗处 有弓箭攻击 给了阿伟一次喘气息回 只见他调整好状态 手握AK47 重出房间 成功杀出重围 遗憾的是 帽子姐的父亲和老刘 在撤退途中 为了掩护大家 牺牲的自己 另一边 曼青来到医院 告诉还在昏迷的裴先生 而且凝宿 即将实验成功 你可以安心的去呢 说完就在裴先生的吊瓶里 注射了毒药 由此可见 车祸和袭击阿美的人 都是曼青搞的鬼 只不过 曼青不知道的是 裴先生早有防范 他走后不久 裴先生就醒来离开医院 而此时 阿伟几人正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暴虫和救人的事情 周人明白 以他们现有的实力 根本无法抗衡毒性 所以 标也提议 先潜入工厂内部 把这里的消息传出去 请求支援 然而 东西怕桥岛的秘密 被人发出去 屏蔽了这里的所有信号 只留下他的通讯室 于是潜入通讯室 成了现在的首要任务 逃在标也熟悉地形 在他的带领下 阿伟顺利解决沿途守卫 进入通讯室 随后 标也和阿伟去救人质 其他人负责往外界 发送情报 却不想 标也在半路上被人发现 双方爆发激烈枪斩 阿伟和标也战神附体 两只硬钢数十名 全部武装的雇佣兵 愣是没落下风 而且还打死许多 到最后 只剩下 毒蟹和一名手下 此刻 阿伟和标也枪里的子弹 已经所剩无几 被压制在一处木枪后 这时 毒蟹让手下尚且摸索 骗出了阿伟和标也枪里的子弹 紧跟着 毒蟹上前不断弹枪 逼阿伟出来 标也瞅准时机冲出去 毒蟹烟机受快 抬手就是一枪 打中他的腹部 标也强忍剧痛 伤心打掉毒蟹的枪 不过 自己也被打飞出去 关键时刻 阿伟手握匕首跑出去 跟毒蟹缠斗起来 一时间 两身打得如火如荼 经过一番激烈搏斗 阿伟凭借着主角光魂 斩杀了毒蟹 但标也身负重伤 死在了这里 与此同时 在通讯室外 警戒的帽子杰和杰克 也遭到雇佣兵的攻击 帽子杰手握弓箭 遗见一个小朋友 杰克也躲在角落 疯狂射击 一开始 两人还能与之抗衡 奈何对方人数众多 射完弓箭的帽子杰 只能近身肉搏 结果杀到最后 被一名雇佣兵 看向激柱 帽子杰强撑一丝气息 回头将手里的匕首 刺住对方身体 然后自己重重倒在地上 等杰克杀完其他人敢来时 帽子杰已经不行了 好在两人争取到的时间 够阿美将资料传给裴先生 原来 裴先生早就发现 曼晴不对劲 似乎是想谋害他 夺下整个PE公司 所以裴先生 自抖自演了一场车祸 坐进医院里 算是给阿美拖延一定的时间 只不过裴先生不知道的是 曼晴并非等闲之辈 当其发现裴先生 从医院消失后 就聊到裴先生在诈伤 便派人四处寻找 最终找到了 正在发资料 给警方的裴先生 两人一见面 裴先生吃完曼晴 自己对他不跑 为何还要做这种事 直到如今 曼晴说出事情的真相 原来 曼晴得了重病 只有二血凝素能救活的 可裴先生偏偏要停止这个实验 曼晴没办法 只好偷取二血凝素一部分资料 继续实验 由于核心内容在U盘里 曼晴便怕人去抢 结果被阿美横插一杠 没能拿回来 没有办法 曼晴只好自己摸索这研究 由于没有核心资料 二血凝素的研发相当缓慢 所以他要得到U盘 说完 曼晴就让手下小白射杀了裴先生 毕竟裴先生没有利用价值了 而且他只要杀了裴先生和杰克 就能继承PE公司 然而 曼晴没注意到的是 裴先生在临死前 按下了电脑上的八速按钮 成功将资料传给了警方 而此时 阿伟几人素性调基地里的雇佣兵后 解救了所有人质 就在打算撤离时 工程喇叭里传来了曼晴的声音 对方让阿伟和阿美带着U盘和杰克 来曼晴寺见自己 要不然就杀了他们的女儿 曼晴这个卑鄙小人 居然怕人绑架了阿伟的女儿圆圆 来不及多想 阿伟让杰克带人质出去 自己和阿美则带着U盘去救人 毕竟PE公司还需要杰克去汽车 不能让他去冒险 来到曼晴四号 曼晴见杰克没有来 有些生气 他好在是从阿伟手中 把U盘咬得过来 这是 曼晴玩性大发 居然让圆圆握着枪 打了阿伟一发 给圆圆被吓傻 无法继续开枪 曼晴见状 端起枪指向阿美 关键时刻 阿伟挺身而出 挡下这个子弹 然后重重倒在了地上 曼晴见此情况 让小白上嫌 补枪杀死两人 却不想 阿伟突然从腰间 掏出一把手枪 拎开竖枪 打死小白 紧接着又击中曼晴腹部 曼晴垂死挣扎 剪枪指向阿伟 两人同时开枪 双双重弹 顶得合范 阿伟离此前 让阿美照顾好女儿 将她不养长大 此刻 母女俩抱着阿伟的尸体 悲痛欲绝 而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片名 《监独先锋》 是一部间期上映的 伴随动作片 由吕良伟 袁彪 周海妹 定贤主演 可惜剧情太烂 闹动摆出 特效更是无从谈起 消费这些香港老戏果 实在让人唏嘘不已